来自俄罗斯的消息 美军更换口径枪弹计划已经开始 为什么说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 有趣的是中国网友发表的评论 美国计划将目前使用的5.56毫米口径枪弹 更改为6.8毫米口径枪弹早已建筑爆端 日前已经开始付出实施 据俄罗斯媒体11位1号消息称 三家生产商真实速度公司 德士龙集团以及西哥少尔公司 已经作为候选生产商为美军选定 更换口径枪弹计划已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北约国家目前所使用的5.56毫米口径枪弹的潜力 基本被挖掘到了极限 其出速 射程 穿透力 杀伤力等方面 在小口径枪弹里面算是首屈一指了 最重要的是随着防弹衣技术的进步 防弹能力却越来越强 5.56毫米子弹穿甲能力最强的M855A1 可以穿透一英寸的均直钢板 但面对前线士兵目前标配的四级防弹衣的时候 却已经无能为力 6.8毫米的新口径枪弹则可以放下更多火药 杀伤力也更大 子弹将拥有更宽的速度 也更有可能击穿钢板 投瓷和其他装甲 美军表示 新口径子弹威力能够超过7.62×51毫米全威力弹 甚至有消息称 该型号的枪弹可以媲美坦克炮 这就可能有点夸张了 对于美军更改新口径枪弹的原因有很多种版本 威力增加只是其一 有分析认为 在阿富汗多年的战争中 小口径枪弹的弊端呈现了出来 尤其是一些开阔地带 射程有限 也有分析推测 美军存有大量的5.56毫米口径枪弹 如果更换新的枪弹 就必须建立新枪弹的库存 很多财团可以从中受益 俄罗斯媒体则表示 美国更换新口径枪弹 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1月1号直接以 美国一格罗斯准备改变枪弹口径 刊文指出 更换口径枪弹的原因 正在于美军5.56毫米口径枪弹 无法击穿俄罗斯和中国的新式防弹衣 对此有记得是 我国网友也发表评论称 6.8毫米口径枪弹 100年前我国就使用过了 晚清时期确实采用过 6.8乘以57毫米口径的枪弹 当时委托给德国的 毛色工厂进行设计制造 但到了交货时期 政府已经拿不出货款 因此多数未能交付给我国 当然了 这只是调侃 美国新式6.8毫米口径子弹 采用了全新设计 但可用的是负荷材料 美国新口径枪弹的采用 无疑会改变全世界 步兵轻捕器的格局